大家好,我是易哥 今天我们讲第三章 指板正交传统式的推打 首先推打的时候,大拇指一定要放松 食指要多发力 用食指压住球板,大拇指尽量放松 你可以放在这,也可以这样放 它只是起了一个辅助的作用 在反手交换到正手的时候,大拇指一边要发力 然后这样转过来,后面三个手指挪起来 后面三个手指挪起来,形成一个 这样可以握一个球,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一个重要的环节 推打的时候,我们拉手的时候,不要拉得太大 就把手呢,基本上顶在侧肌这块 就是肋骨这块 然后呢,前臂 吞吐的这个动作一定要清楚 出去,回来,出去,回来 出去,回来,出去,回来 有的人呢,推出去,这样回来也没关系 知道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不管怎么回来都可以 下一个环节就是说,这个 腿上,腿上的这个 重心交换 反手呢,和正手 重要性也是一样的 正手我们打的时候也是重心交换 这样,反手推挡的时候呢,也要有这个 重心交换,这样的话呢,我们 这个腿和胯才能施上力 如果我们主动自己发力的时候呢 这个胯才能施上劲 有这个重心交换 那我现在呢,做一下这个示范 在推挡的时候,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环节 就是说这个提球点 我们一定要找这个球的起点 不要等球的最高点 再去推 这样就借不上力了 好,这么一块去 你看,破坡来 破坡来 那,看,找出其位心理 那,我们基本上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推得很累 也可以推 这样,他说呢,就是 这样推就比较累 那,看下载力 那,现在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这个 纸板正丢练习加厉推挡 这个,加厉推挡呢 加厉推挡呢,不是靠手滑力 而是靠这个胯和腿 这个,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我想推人这个感觉 现在做点示范,就是这样 推人 这个腰和胯 腿要顶着 这个点稍微高一点 这个点稍微高一点 但是也要找这个点稍微高一点 这个点稍微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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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一下这个防前冲 和防高调的这几个环节 防手呢,对方前冲过来的 力量很大 这样我们不能拉手 我们只要借这个对方的力 把这个点着好 然后手呢,就稍微做这么一点 动就可以 这个球自己就会过去 很快 Dops 这个动作就不用太大力 不要太多 自己发力的时候 动作可以清晰 防手的时候就一点就可以 想加力的时候 想加力的时候 手往前都松一点 这个拉手 尽量不要太大 一拉手比赛的时候 球一块了 你就找不到点了 好 OK 感觉高调 最重要的点 是这个技术 好 大概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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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 一定要上去七点 如果这个球太高了的话 这种效果 坚定开始加 球越高 这个 直观之后高深胀越强 这个点 你一旦放高了 坚定开始加 手一定要坚定要放松 把这个手找到一个点就可以 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跑掉 而且现在又是塑料球 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你把点找好了 手让它一放 随便过 但是等的时候正教的这个 一旦紧张的时候 整个肩会紧张 手一用了 只会点 就会放弹包 这个点 现在再加点加倍 这个点一定要放 不管你放前冲 放高调 这个是借助对方的力量 以力打力的力量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你推党的时候 在游战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不管是自己发力 还是借力 还是放高调 放前冲 一定要处于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说反手呢 哎呀 现在反手的主要的 这个 平方就是引领的这个 线路是反手 一反手为主 这个正手呢 现在占了40% 所以说反手占60% 你可以看到在比赛中 像现在反正东啊 包括那个张本啊 他们的反手能力很强 而且是三分之二的 这个 反手的进攻能力也很强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 开始的时候 不要站住推 可以让对方点点 稍微 路点多一点 我们可以 走位推到 再来一边 再来一边 走位于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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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的关注 下一章呢,我会讲 正手侧身位通缉下根球 第四章,然后呢,希望大家关注 我是一鹅